后市会怎样呢 初步看明天就反弹可能性都有机会的 原因呢 因为今天大幅跌了500点 跌幅比较大 其一 其二 就是今天成交是1544亿 不算多 特别是购买安达配股上版的股份 是比昨天明件少 昨天1900多亿 当然昨天也有些是配股上版 总的来说今天跌市 但是成交并未增加 下跌动力就不是太大 反弹一点 譬如市班今天做出的下跌烈口的顶部 都不出奇的 大概28800左右都不出奇 但是跟着的市又怎么走呢 麻烦一点 可能反弹完再次向下沉底可能性是大一点 原因呢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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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